千人雪这个角色本身并没有任何黑点 他之所以会和唐三起冲突 是因为彼此的立场不同 这种与生俱来的仇恨 是从他们的父辈延续下来 虽然千人雪不是女主角 然而他在斗罗大陆里的地位却非常重要 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 千人雪甚至比小五还要重要得多 可能就是基于这些原因 玄机在千人雪的建模上非常用心 在斗罗大陆之中 千人雪可以说是最完美的一位女性角色了 特别是在斗罗大陆的后期 千人雪就成为了全大陆罕有的两位 能够和唐三对抗的角色 史莱克七怪虽然每一位都是天才中的怪才 然而除了唐三之外 没有任何一位的资质是能够和千人雪对抗的 如果不是因为千人雪被设定为唐三的对立面 也许千人雪和唐三之间不至于如此结局 漫画里的千人雪 千人雪在小说和漫画里的形象 本来就已经很完美了 世人皆知唐三对小五的感情忠贞不已 所谓是君当作磐石 切当作蒲伪 蒲伪任如斯 磐石无转移 就连胡练娜这样的绝世大美女 也都不能让唐三动心 然而唐三在面对千人雪的时候 他却几度感叹千人雪的魅力 玄机为千人雪的建模如此完美 也算得上是致敬小说里的设定了 唐三曾经以肌肤圣雪 角色容颜 我听说过一笑倾城 在笑倾国 只是为你倾倒的却是 这片新斗大森林这样的字眼 来形容千人雪 尤其是身穿天使神装的千人雪 更是英姿飒爽 目前千人雪在动画里已经登场 不过此时的千人雪 却是用另外一个身份天斗帝国大皇子雪清河 千人雪为了能够让自己成为虚假的雪清河 她也是下足了一番功夫 千人雪九岁的时候 就伪装成落难的小女孩 利用雪清河的同情心将她带回宫中 时时千人雪就设计杀了雪清河 并且取而代之 此后千人雪伪装成她的样子 潜伏在天斗帝国皇宫长达19年之久 这番心计无人能及 玄机目前给千人雪的建模 就是千人雪伪装成雪清河的形象 不过即便还不是真身 就已经让很多粉丝沦陷 粉丝表示自己已经无法自拔 本来在看小说的时候 很少有粉丝和漫游会有这种感觉 看来在二次元里 颜知记正义这句话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眼看千人雪的建模如此完美 甚至有粉丝提出要杀掉小五 换千人雪当女主角 不过这样的言论太过激了 幸好有滑稽护体 小五是偏向于可爱罗莉峰的 而千人雪是那种典型的白富美 他们两个各自都有自己的魅力 只是无论千人雪多么完美 建模多么迷人 在唐三的心里 小五永远都是唯一的 就算玄机为千人雪 建了如此好的模型 唐三都不会动心 除非玄机魔改剧情 否则千人雪是和唐三之间注定是悲剧 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 玄机还是做得不错的 难怪粉丝会自觉无法自拔 只是我们都知道 千人雪最后的结局 就是神位破碎 会在斗罗大陆老死 这个结局让我们很无奈 却也无法更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